字幕提供 來到節目的第二節 第一節,我們談過這屆日本杯的外隊碼 這一節,我們談談主隊碼 剛才開節目的時候也提及了 上屆冠軍的神威啟示 或之前的貴婦人 恆冷今季,大家都看不到 現在我們看到這一堆 也不是不懂,有些懂 但有些似乎都不算去到一線 例如我們一開始看,去到今年年初 天帝眾、萬乃曾鳴這些碼 其實已經在之前的賽事,我們都見過 這次的日本杯,都是他們參加的 這類的碼,大家怎樣看呢 但又是這樣的 改朝換代都可以 但你說,是不是一定沒有 之前神威啟示那些那麼好呢 我又不敢說 只不過,你可以說未必及得上 在先後幾年,黃金巨像、貴婦人 這樣的級數 但最低限度,現在還有一隻 那個級數的黃金船在這裡跑 而上來的碼裡,其實是有些份量的 我都不算太擔心他們的承接力 剛才豪然提開,有天帝眾 萬乃曾鳴說 在春天的時候,跑得不錯的碼來 未證實得太多 似乎還可以看下去 快點看,看日經上,天帝眾的比例 較早時候了,三月的事 這場賽事 但你的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看看他當時對的甚麼對手 天帝眾,白咒 現在出來的那隻就是天帝眾 其實後面大外檔追上來的那隻 就是萬乃曾鳴,跑第四 但前面只不過是海船、巴雷 和北港勇俊 其實對手都很差 北港勇俊,下去爬了二半輩 通常都是騰腳的那隻 就是,所以當時,在三月幾時 是這些對手 所以我也覺得不可以計數 其實每年春季天王賞和秋季天王賞 其實當中的水準是很大分別 黃金船,我相信大家是比較熟悉的那一匹 他在前朝,也頂過那些貴婦人 對戰過,也有成績 跑到現在,好像是否越來越飄忽 比較難捉摸 其實這樣,不如看看 他如何贏今屆的春季天王賞 因為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贏了六項級賽 大家都認得了,灰馬那隻就是黃金船 說服力足夠的,贏這場 這場也很厲害 很多時候拚甚麼拚他起不起步 臨場正水 這些你在賽前不能計算 兩樣東西 因為這隻馬,你說他是否失準 其實在先過兩年都見過他失準 其實他每年都有一至兩場失準 間中有這些 但是今季都叫做… 因為今年,他以往就贏不到春季天王賞 你都被他頂住了成名遊戲 結果就贏了一屆春季天王賞 但又是這樣的 以往日本杯他也是不行的 但今年,結果在衛免的寶寵 他就不肯起寶 開始就想一下 究竟是否內田薄幸弄他不行 後來連橫山點宏都起了他不行 所以可能也是一隻馬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他能夠發揮的話 他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能否起步 就真的要出一集才知道 剛才看到機靈迷宮和最後震撼 就不夠跑 這次再碰頭 兩隻馬都不見得有甚麼特別強的加速力 在東京的2400馬 我覺得是會較為下風 但最後震撼買了個亡瓦 所以會放到一些 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們待會看這段影片 又會有他的 他也會在這個之後 在秋葵石跑過的紮房紀念 是的 但是紮房紀念那場 其實贏馬都是達標 達標也跑不贏 達標也很奇怪 達標是一隻什麼馬 是一隻很普遍的二級馬 所以如果他跑一級賽 他就不夠跑 但是二級他每年都有一場半場 是表現得很好 今年就輪到紮房紀念 紮房紀念那場 看看他究竟是甚麼人最後震撼 這場馬是雞蛋甜酒也在的 但是雞蛋甜酒跑秋葵天皇上 就真的一般 不過又是這樣的 雞蛋甜酒在今屆的紮房紀念 就跑第三 哪隻雞蛋甜酒 賣變了黃色衣服 紅帽那隻就是雞蛋甜酒 其實這裡還沒見達標 也是八、九位 天下圍了那件衣服 移出來之後衝上來 他跑第二 結果這場是解密精英贏的 但是你想想 都是解密精英 雞蛋甜酒 這些馬 接著在大約10月之後的 秋季的大賽賽期 他們表現都是一般 所以今年的紮房紀念 又是沒有了馬王級的馬在跑 他們已經是領風騷 所以我覺得還是二級賽水樽 如果以二級賽水樽去計算 我就寧願看一些 二級真的曾經跑得好 但是在秋季的準備 例如你抽過天皇上那些 真的追得好 我講講那隻雙男魔兵 對,上次也說過 我真的有點害怕他追不到 這次有二千式的徒程 我相信在他發揮上 會有不同也不一定 其實上次的心動動 猴著他 看到他之前那場產經照 也漂亮得如此 當然,這些後追馬 除了馬匹馬自己有這個能力 追上來之外 有時也挺考慮騎士 這次因為他又是個徒程不好 會否墮落在後面上不撤來 我想他留在後面跑就一定 一定的 上次他還愛過善得福 對 十五檔 這次又是十五檔 但這場是厲害的 亦可以留意一下 這場跑是新紀錄 新紀錄會來香港跑 但是今年的產經照 如果你說雙南摩平 這場贏得挺出色 新紀錄也是一隻不錯的馬 以往產經照的水準 是比較參差一點的 有很好水準 我又覺得傾向 今年水準是不錯的 尤其是傳統上 秋季大賽期之前 一些未有一級十職 即是未在補寵 未在上季一級賽拍得好過的馬 通常都是會用產經照 去做一個目標 就是試一試自己的實力 他可以贏得這麼輕鬆的話 無論如何都會留意 正如你說 新紀錄之後 在他們那邊的女王 貝特跑來2 僅僅追不到 所以我相信這隻 新紀錄本身已經是一級馬 所以我也會覺得 這隻雙南摩平 是一隻冒起緊 亦有進步的四歲師馬 其實我覺得他足夠一級 你看看他之前在秋季天王上 當然那場擂台等 到了朗日升天 那場馬其實不是輸得很遠 但當然,這場賽事 看完排檔之後 他仍然要去過朗日清天 因為朗日清天仍然比他好 其實很多,如果說朗日清天 今年的朗日清天 似乎真的進入大熟、大勇氣 因為以往這隻馬都挺特別的 如果你說像他那樣 可以斬瓜切賽 這樣贏到一級賽的馬 沒有理由之前跑得那麼遠 但他很明顯是一隻比較遲熟的馬 今年就厲害了 馬已經接連贏了四場 兩場一級賽、兩場二級賽 我們看看他在10月份 贏了這個京都大上典 都是由這場看著他上去跑秋季天王上 差不多了 其實今年可能… 你說他進步亦可以 也可以說 終於磁江太守摸到這一馬 到底那個… 最好的路程 去到哪裏 這場其實萬賴曾鳴 迫得他很緊要 一度過他 但因為他始終… 第一,他的鬥心比你更好 第二,其實… 我也覺得開始摸到他2000至2400最好 其他的路程就不做了 說真的,剛才那場正轉彎的走位 那隻萬賴曾鳴 開遍全程四搭走進來 回來當然是用光了 他是一檔 這次又是他抽到這麼好的檔位 如果臨場我們都稱得跑道的情況 真是內側好 的而且實力,我覺得是本隊… 主隊賣別,真的會是超級的 因為始終朗日青天 他排到那個檔位好 他能夠跟前跑 其實… 其實我們都以往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你跑到這類路程 其實你沒有那麼長時間後追力 其實你很難去跑 但是以朗日青天 他可以由跟前到居中 都一樣可以跑得到的話 其實你後面那些馬 未必那麼容易追得到 對,還有豪仔 他不是二千四根前 二千多根前 抽到天皇上 他亦排到一個好一點的檔位 一直跟著前面 那些榮進之光帶著他 兩步都殺光了 真的出來了 其實這場也很快 看雙南魔瓶,這場真的很可憐 在後面也是 所以之前在前往的心臭臭 是這樣的意思 紅山白咒那隻在後面 第三位那隻已經落入青天 其實你看到他移出來之後 賓中盡 左望望右望望才騎 他最特別的就是正如剛才浩宜所說 他二千,這麼快披逞 他都可以很鬆軟跟著你 他跟著你之後 其實這裡他都需要靠這個爆炸力彈開 你後面的馬就追不到 沒錯 後面也不是差勁,是善德福 雙南魔瓶是最厲害的 不過當然剛才那場是賓中進 之前我們剛才看的那場就是川田障瓦 兩者的發揮 我會覺得賓中進也會高很多 是 看看這次又換回川田障瓦又如何 朱仔,賓中進這次不騎這匹 騎那匹我也挺喜歡 騎那匹就是騎飛 但又是這樣的 這隻馬其實主力騎士都是川田障瓦 賓中進上次是黑串 我又覺得川田障瓦如果說能力 可能會比賓中進弱 但對這隻馬,可能比賓中進更熟悉 不過剛才提到是騎飛這隻馬 賓中進是跑回這隻 因為這隻就是他知一本 沒錯 不過今年的仗樹民主 最主要是甚麼 一來就是受養的磅位 三歲的癡馬 去到季尾其實已經是很著數 還有甚麼呢 就是他跑完秋華上之後 他很立定心場 就把目標直指跑這一場 他沒有想過中間那些 例如你說那邊的呂黃杯 他沒有想過 是否因為針對甚麼 針對他左轉的性能和東京的性能 這件事我會有些想法 既然已經有過2400的實績 我相信這些馬都是後戲知受之中 值得留意的一隻 是,他跑東京像樹 即是在邱俊斥馬 在東京跑像樹賽贏 2400一早跑了 其實朱仔,我發現他左右也這麼厲害 他兩場馬 如果我看一段影片 不用甚麼張法 起步之後有他在外碟 如果你看秋華上那場更誇張 18檔 有他在外檔走,走完回來過了 總之就是一隻演出非常準確的馬 如果我覺得你不追求他 就好像不太對勁 如果你說今年最好的三歲癡馬 就一定是這隻 其實往年最好的三歲癡馬 在日本杯也有多多少少可以跑 我記得是紅色夢想 應該跑到進來 有型老鼻 有型老鼻 一樣是可以的 是的 所以這些樣榜 其實加起來也有得想想 這些是搞到心動動的 其實我一開始也有想像萬曼真鳴 因為他始終都是朗日清天的老對手 但再想著想 你又要讓蜜其飛的馬的榜 其實你可能相對上會失敗了 不過這場賽事 我們在最近的日本馬壇一而再看到 就是外籍騎司的一種瘋芒 完全蓋過了本地騎司 我們是一里冠軍賽看得到的 這場我又覺得一數下去 那一堆外籍騎司好像跑的馬 又不算真的很高實力 就是最後震撼幕雅 萬油花刀這些叫外隊馬 用背湯味我也是沒得說的 所以希望本地騎司繼續拿回自己的甜頭 到滿來跑萬賴真鳴是比較下風的馬 去到真的頂級,日本杯 真正好馬也下不了他們的手 其實如果不是到滿來跑萬賴真鳴的話 看也不看 不考慮,我簡直想不到 剛才那句都不懂 希望可以跑高一點 沒錯 好了,又到分享的時間了 朱仔,喜歡甚麼馬 我選了一隊都是女生 大震撼的女兒,先說密奇飛 在這個秋華賞好像贏得慢一點 但其實他的心都很明顯擺在這場賽事上 而且在東京掌樹的時候 有根有據的老程姓文 另外一隻就是雙南摩平 上次也想選擇的 但你一看下去,二千追不到 亦受到挺重要的 但今次的二千四是否真的可以追得到 一對外代我也要的 豪仔呢 我比較喜歡磁港太秀馬房 朗日清天 始終他今季真的很進步 除了他之外,另一隻年長馬是黃金船 雖然間歇性有點不穩定 但他也值得贏一屆日本盃 因為他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至於外隊馬方面 都比較喜歡步伐 雖然三歲馬 也會有些受讓榜之利 地花一堆是有幫助的 那我會播一下外隊馬,改錢換袋 一堆花,漫游花刀和夜明花 漫游花刀在曼爾本杯好像失望一點 第三也跑不了 但也不排除 因為早段跟上前面 直路出頭也早了 因為始終考飛德盃 他跑第二一匹 能力在這裡應該是夠爭的 至於夜明花 雖然德國馬沒有威力很久 但這匹癡馬真的贏歐洲大賽 有些在手 希望他的樣榜搭夠 可以幫到他一點 好,今集感謝我兩位老友 一起和大家聊了日本杯 留意開跑時間 下次大戰前夕 再和大家論戰 五百雅 兩百雅